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孙颖莎 零流后第一 但是身后只有一个前天一 女兵年轻酬员 外战能力还不如 男队这个才是马林最尴尬的 我是小李说球 根据最新的消息呢 这个女队零零后的话 除了莎莎之外 还是没有更多成长的 前天一勉勉强强可以算一个吧 宽曼的说什么 他的外战实力从去年 去年这个时候赢了一个冠军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打过比较出场的成绩了 对不对 尤其这次给了五六四机会 一次都没有把握住 不光是没有把握住 现在也是被北达小四岁的一堂美堂所超越 孙颖莎可能要打的时间更长了 当然对于莎莎的球迷是一件好事 延长职业生涯好事 但是未来能不能一直保持这个这个巅峰的事业第一状态呢 其实也是一件难事 就这个问题我怎么看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挺好的是这个 我觉得挺好是还能继续坚持吧 不容易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继续坚持下去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 谁都知道他我们有多难 谁都知道我们有多难 谁都知道我们心里 谁也知道我们心里到底有多么的苦 加油吧 期待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吧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未来呢 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水选手站出来 毕竟孙颖莎是最优秀的 你也不能只让他一个人 对不对 蔓越 蔓越呢 也是优秀的 但是人还是少 对不对 到巴黎之后呢 洛杉矶呢 他们就28岁 一个28岁 一个29岁 能否继续坚持呢 也是一个问号 而南队呢 其实也没有更多的接班人 其实国平未来人才这方面是一个问题了 再见啊